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上岗有多名球员入选亚越20人大名单 主队本轮只需要使用一名U23球员即可 这对于广州富丽来说是不好的消息 另一方面 陆琳和托希奇预计会继续缺席本场比赛 自扎哈维加盟以来 富丽与上岗进行了四场中超的较量 扎哈维均有进球 而在今年手循环的对决中 上岗队的吴蕾上演大自喜 目前吴蕾和扎哈维分别 以14和13个进球 名列出手绑 头两名 今晚的比赛 两人在进球方面会继续较劲 The End也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